東夫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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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多了 這次終於有機會上來做主持 我知道今集的主題是說 貓貓 我很想親身第一時間 東夫即應 指清你的消息很靈通 的確有貓主向我們東夫即應求助 說自己誤會一對有貓 交給一個領養前 扮好有愛心領養後 就懶理幼貓死活的領養人照顧 貓主自責信菜人 害了一對無辜小生命 令牠又生氣又不內疚 我早前在東網也有留意這宗新聞 一對幼貓被領養兩天後就走失了 其實幼貓最需要就是適切的照顧 我真的不明白 既然無心照顧貓貓 又為何要領養呢 東夫即應團隊在採訪過程中 還發現領養人很多離譜 涉嫌不虐待動物的行為 真是非常之過分 如果不想連累貓貓 包括我在內 所有外貓 愛護動物人士都要注意 現在就和我們一起 東夫即應 水豐仔你在哪裡呢 牠是一個騙子 是用很多花言巧語去哄我 拿了隻貓就完全兩回事 如果你真的養貓養了很久 你沒理由會害怕 每天我都會在這個內疚裡 貓咪這麼可愛 但是領養絕對不可以貪得意 養牠就要給一輩子承諾牠 我們東夫即應收到一位貓主的求助 牠將一對貓BB交給領養人 在短短的兩天 一對貓BB就已經走失了 雖然其中一隻找得回 但是在貓BB的心裡 留下了莫大的心理陰影 而另一隻 事發近一個月 仍然是生死未卜 住在新界村屋的天娜 是一位貓爐 家裡的貓女 今年年中榮姓媽媽 由於家裡已經有幾隻貓貓需要照顧 所以牠決定在社交平台 為其中兩隻幼貓 水煲仔和大哥哥尋找新的家庭 在眾多人選之中 A小姐成功吸引了牠的注意 牠很配合我 我問牠 最基本的貓網 貓龍 有幾個地方給牠活動 這些我都問清楚 牠也說牠領養了之後 因為牠們有車 會不久車回來給我看 甚至會差不多一星期 一兩天會有拍照 或者影片給我看 我覺得牠是很有誠意的 所以我把水煲仔和大哥哥交給牠們 雖然A小姐拒絕了Tina家房的要求 但牠主動交出入息證明的舉動 成功令Tina放下戒心 但想不到 就這樣把大哥哥送上北歸路 牠是23號半夜 跨著24號 12點多鐘過來接 來之前我已經問牠有沒有貓袋 因為牠們真的會很害怕 牠們來的時候說有 但來到的時候 就什麼都沒有 很闖絕地包了牠們走 Tina沒有想過今次的分開 就是見大哥哥的最後一面 而A小姐交接完短短半小時 就WhatsApp通知Tina 說貓貓撞傷了男朋友 竟然說想貓貓退貨處理 原來回到家 牠們立刻已經是 要跟水寶仔和大哥哥洗澡 和剪指甲 我就立刻說 我說你不要啊 牠都未熟悉過環境 你還這樣給牠壓力 牠當然是害怕 牠怕當然會惹傷你 我說你先困牠們在籠 相處一下 Tina相信A小姐 操資過急才會打退堂股 但細想不到對方第二天 竟然說要出國進修一年 會把貓貓交給男朋友照顧 令牠對這位領養人徹底失望 也怎麼都猜不到 水寶仔和大哥哥 當時可能已經走失了 那到我出了個帖子 說九點半前 如果你不回覆我 我就會報警處理 那牠就立刻現身了 然後一現身 就立刻跟我說 原來牠兩兄弟已經走失了 兩隻貓咪懷疑因為 在陌生環境受到刺激 害怕得在圍蘭的空隙逃走 Tina立刻去報案 又在社交平台求助 但因為未知A小姐具體地址 搜尋無從落手 那段時間 足足相距了12小時以上 牠沒有現身 沒有回應過 我亦不斷地跟牠說 我們要你的實際地位置 全世界都想幫我們找 很自責 絕對每一天都活在內疚裏面 很對不起牠兩兄弟 很對不起牠兩兄弟的爸爸媽媽 我弄不見牠們的兒子 我要負一個挺大的責任 我亦直應不為 兩隻貓咪不知所蹤 Tina勞心又努力 令釀人卻事不關己 直至9月27日 水埗仔才成功被消防救下來 原來 躲在在A小姐家樓下單位的冷氣機位置 兩天無水無糧 認真無陰工 Tina難免怒火中燒 但去到A小姐家 再一次經過自己一直被人欺騙 寧亂不堪不得止 是臭到昏天的 亦都見不到 她之前跟我說 她兩兄弟有個龍給他們 有器皿給他們 甚至乎連一個貓沙款 我都見不到 A小姐不僅前言不對後語 態度更加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為了快點找到大哥哥的消息 Tina就在網上求助 同時說出A小姐的種種問題 唉 但遇上網絡欺凌 不過發現當中 不少大有攻擊性的言論 原來都跟已經改名換姓的 A小姐帳戶有關 更將當時給Tina的貓咪科食費 趕成Tina賣貓的費用 又甚至主動提起自己就是 整不見貓的當事人 大哥哥毫無音訊 A小姐還有時間在網上煽風點火 Tina也只好應命 不會指望她幫忙找貓 我現在繼續堅持的是 我希望幫他們倆兄弟找回公道 拿回公道 要人知道這個人的惡行 我不想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如果這個香港 他是有法律執政策 我絕對要這個人 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大奈何 香港的法律太寬鬆 令到很多人可以棄養動物 直到今日 Tina還未有大哥哥的消息 自己都已經作出了最壞打算 但就希望藉著我們東夫即營 警示各位貓主要提防騙子 因為我當初向你們求助的時候 你們都很快回復我 因為都知道是牽涉著兩條生命 近年香港領養代替購買的風氣 越來越盛行 大哥哥的個案只怕是冰山一角 香港有關動物領養的法例 仍然漏洞百出 欺養、虐待、案件頻頻發生 當局又有沒有正事過呢? 作為領養者 你可以選擇想養什麼寵物 但你有沒有想過 動物又有沒有選擇誰做主人呢? 看到一對幼貓 因為領養人毫無責任感和疏忽照顧 結果一隻就下落不明 另一隻就卡住在冷氣機的位置 沒有水沒有糧 長達兩天 令我想起一段自己親身的經歷 以指稱你都試過把貓交給人照顧嗎? 那又不是 而在去年有一段時間我住的屋苑 就有一些流浪貓出沒 我住那裡也有浪浪無蟹 我很喜歡跟牠們玩的 不過我家附近的流浪貓比較怕人 也有好的一面 至少牠們怕人就會對人有警惕 因為浪浪遇到有愛心的人類就是好事 但社會上並不是人人都有愛心 的確是這樣 人和流浪貓本來相亡無事 但後來我發現公眾地方有些貓碗 裡面是裝了一些紅色的藥水 我就很擔心那些貓 那些是什麼藥水來的? 浪浪不知情之下喝了 會不會對身體有影響呢? 我也很擔心 所以就走了去問管理處 原來是因為有人說有塞 認為是流浪貓惹回來的 所以就裝了一些消毒藥水 希望可以趕走那些塞 要渡絕失患不如加強清潔,搞好衛生 同時叫人類不要亂扔垃圾,好過了 我後來聽到工人姐姐說 她說平時會跟人喵喵叫 好像很想跟人聊天那隻貓貓 被人捉了,放了入籠裡面 人家是浪浪來的 這樣捉了人想怎樣呢? 為免各界為了捉失 結果間接將毛鞋送去人道 下一集東夫即應 將會繼續關注動物權益 我知道你們訪問了動物收容組織 探討近年因為移民潮和經濟條件轉變 香港多了棄養寵物個案的出現 我們也會請教專家意見 建議政府可以怎樣正視問題 港官可以怎樣修例,加強執法 導致一直以來對保護動物做得不足的地方 愛護無邪的每一位 尊重生命的你和我 下一集一起東夫即應 拜拜 分享拷ара 留言 還藏 穿插 感覺 討改 而且